Henry 闷400 Nikarbo 闷35 Andy 闷跟住35 这手里都没牌啊 还得做出盖牌动作啊 这累不累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Henry拿到一对八 加注到了600 Mirano 圈舞不同色 难得在大马外啊 做了300 X34 红桃 枪口外做的Straddle入池 口袋八自然不用说啊 有位置优势啊 看牌的成本还好吧 嗯 Henry竟然做了400 胆子够大的呀 Henry Mirano 圈舞肯定是跟不动了 但是X4另说 单挑X4还没怂过谁啊 翻牌A24 这牌面对于X4来讲还算不错 给到他一个卡5的顺子听牌 可X4翻后想都没想直接推了 这个Oin 怎么说呢 有点冒险啊 他甚至不担心Henry手里有Ace吗 就这么打 而这个Oin呢 反而是让Henry犹豫起来了 很有意思啊 如果想一想啊 X4把这三万五千啊 拆成两条接的下注来打呀 Henry是完全跟不动的 而直接推出来的话 Henry很有可能读成 X4手里呢 是两张草花 那也就意味着对手没有Ace啊 哇 X4只能说打得太急了 好 那么转牌 红桃六 比武大了一点 对于X4来讲呢 没什么帮助啊 最终合牌一张红桃二 Henry的一对八还真的是赢了 9万4千刀的坡 这手牌X4打的呀 太过于激进了 接着往下看 PTF80 X90 90还是做了400刀的加注 大猛卫尼卡尔布A9 红桃仅仅选择了平坡 翻前灰肠之和谐啊 翻牌 A8 钩红桃有两张 尼卡尔布这边拿到顶对 和自己纳斯花的挺牌 PTF呢 一对八 X4的话 双头顺的挺牌 也算是个战斗面 看到尼卡尔布的下注 和PTF的跟注 X4直接加注到了2200刀 顶顿仅仅选择了平坡 尼卡尔布并不着急 转牌一张9 X4拿到摊牌价值 500什么鬼啊 尼卡尔布这下注没有任何的意义 最终合牌呢 一张方块7 X4拿到了前门的顺子 尼卡尔布还是一个无效下注啊 嗯 看到X4的 加注 我就说嘛 我就说 这A9怎么能 这么容易破掉啊 A9两对 你运气很好 两对买花 你的运气真好 接着来往下看 恩迪拿到一对圈 Rest到了1400刀 X2C10跟注 PTF今天晚上这入池率啊 也挺高的啊 但是似乎真的没拿到过什么太好的牌 三人的战斗 翻牌789 有时的呢 双头顺听牌 而安迪这边是一个超队 底持4000 安迪下注1300 Charles呢 跟注 又是一个win啊 这现在难道是PTF的战术吗 每次也就买个一两万左右啊 牌稍微好一点呢 就强行推啊 圈圈应该比较难拒绝啊 但这手牌呢 确实输石钩的天顺 可是真的有石钩的话 没必要这么打吧 哎呦 安迪直接盖掉了呀 那完了 Charles确实是接不动owin 这手牌还真让PTF给赢了下来啊 最终合牌一张钩 翻前不看牌吗 这是玩法又升级了 这应该是我印象里好像没见过这种打法呀 什么鬼啊 先不发牌啊 咱们先下注啊 这有点像是吧 那种玩法 叫什么来着 闷对吧 哈瑞闷400 尼卡尔布闷3500 安迪闷跟住3500 啊 这手里都没牌啊 还得做出盖牌动作啊 这累不累啊 大部分人呢 还是不想蹚这滩浑水啊 老爷子盖牌 哈瑞 你开始跟我说 但凡有人敢推出欧印 我就敢接 我管你是什么牌啊 这不就拼运气呗 这真的有点拼运气啊 如果真的翻前直接欧印了 那不就是发两张牌 大家跑马吗 比比谁的运气更好 我是觉得 新玩法啊 倒是未尝不可 但是 其实我觉得会有一个更好的玩法 就是 我想是不是每个人啊 先发一张牌 根据手里的一张牌呢 来打 然后下完注之后呢 再发第二张牌 这样的话 大家至少有个依据啊 不然的话 这就纯赌运气了 完全没有技术盘量了 比如说呢 是吧 先发一张牌 如果真的手里看到一张S 或者一张K呢 咱们再下注 对吧 这手牌呢 最终只剩下了 尼卡尔波和安迪两个人 我倒是很好奇啊 到底别人拿了些什么牌 翻牌K圈吧 尼卡尔波有中牌 安迪是可以下注的 因为他也不知道尼卡尔波手里是否有牌 直接过 转排一张大红 转排一张大A4 尼卡尔波不想过了 尼卡尔波问我打2000打3000还是打7000呢 打多少你跟得动啊 安迪说你打多少我都跟得动 很明显 很明显安迪这是跟不动啊 这个玩法啊 这玩法真的好吗 真有意思吗 不过我觉得尼卡尔波真的是掌握了精髓啊 这把德州扑克啊 一个纯技术的游戏啊 转变成了拼胆量和运气的游戏啊 偶尔来一回 好那么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这手牌查尔斯拿到了一顿石 小盲卫做了三拜 安迪六草花跟了下来 马拉诺在思考啊 是否在后卫用A圈再做夹注 想了想还是补齐了筹码 最终这是一个三人池 来看翻牌 三七八两张草花 安迪拿到前门花的听牌 还有后门的顺子可以去追 而查尔斯这边呢 是一个超队 翻后查尔斯打出半尺 安迪跟住 马拉诺A圈跟牌面确实没什么关系啊 直接盖掉 这手牌查尔斯能打掉安迪吗 转牌一张红桃二 第二枪 查尔斯的每一枪啊 一般来说都还挺重的 但是这一枪似乎略微轻了点 甚至不到半尺啊 如果打一个超半尺的话 不知道安迪啊是否会把自己的花啊继续买下去啊 看起来安迪不打算放弃 八千块跟就跟了 或许还能去追一张Ace呢 最终合牌 草花到 那么 查尔斯只能过牌了 而当安迪下注的时候 查尔斯就没法判断自己是否领先了 第十三万四 安迪 其实想一想啊 这安迪要是没两张草花啊 他在转牌也很难跟住啊 第十三万四 安迪打出四万二 而查尔斯竟然是个秒坡 今天晚上查尔斯不但运气糟糕啊 连选择都很糟糕啊 支付了很多对手的价值下注啊 成为了今天晚上 牌桌上数的最多的那一个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今晚的战斗暂且告一段落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的话 记得给龙凤减赞 咱们下周见 disease34% hands tonight that's a lot Mariano at 26 oh Andy the big winner tonight up $94,000 nick airball and Mariano also big winners Charles losing 203,000 I'm Charlie Wilmoth thanks everybody for being with me for Hustler Casino Live more on I made a dozen I give one to him, one to Nishan, one to Nizami, one to Nizami We gave...